记者陈伟茨新北报道,20多岁的苏姓男子骑乘York Bike行经新北石板桥区目睹车祸,后经过案发地点,看到两台警车前方有一台机车,他以为机车骑士就是赵逃者,怒把York Bike砸向骑士,人车倒的后才发现对方竟是深住制服的警察,被涉犯依防害公务,伤害等罪送办, 事后或警察原谅撤告,新北的检署与苏南不起诉处分 去年8月晚间十一时许,苏南骑乘York Bike在新北板桥中正路与新越野街口目击车祸,发现赵逝者开车逃逸,后来他经过案发的,看到两台警车在追一台机车,他误以为机车骑士就是赵逃者,立刻下车将York Bike砸向机车, 致使骑士人车倒地,骑士全身多处擦伤,机车也损,结果没想到骑士是警察非犯嫌,苏南反被依防害公务,伤害,损等罪嫌送办。 停讯时,苏南奥回表示,当下是想帮警方追捕嫌犯,未料天色昏暗没看清楚,检方调取现场监视器画面,发现骑程机车的警察因进入住宅区关掉警报器,加上夜晚视线不佳,认为苏南是想协助拦阻, 主观上无对远警施暴及损警用机车犯益,加上受伤远警剧状撤告,监方因此将苏南部起诉。